25位子强为亲善大使 国庆展演发布会上 展现亲切笑容及自信的仪态亮相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109年双十国庆将到来 中国医药大学子强为亲善大使 再度获选担任国庆典礼的礼宾接待 校长洪明齐日前 特别亲自主持亲善大使的国庆展演发布会 女生团员们穿着红色丽领西服 端装典雅 男生团员们穿着直纹西装搭配金色领带 蓬勃朝气热情洋溢 也向国人及外宾展现大学生的 专业及高规格的服务学习精神 负责训练国庆礼宾接待的侯颖仪老师表示 每位担任国庆大典礼宾的学子 除了外语能力仪态和应对能力的基本要求 也针对国庆大会进行了系列专业接待服务 及BLS基本救命术的严格训练 在今年也特别充实防疫 做好万全准备 接受国庆典的邀请 有机会到国家最重要的庆典上面 去替国家做点服务 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这次的国庆大典一定也可以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完美的顺利落幕 在口条以及危机处理能力需要加强 另外在外语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的方面也需要再加强 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典礼的过程当中也会随时注意每位同源的状况 并且配合的庆酬会给予我们的指示 全力的配合也希望也能够借由这样的努力 让国庆大典可以顺利进行 借由系列专业训练课程 学习国际礼仪 英语绘画 美姿美仪 及原住民族语言等 考核通过后才能开始服务 每一位团员秉持着服务的热忱 参与协助校内外不同庆典活动 以亲切的微笑带给每一位服务外宾 留下宾至如归的感受 让中国医药大学同学的软实力被国人肯定 您